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綁架了變身 我叫任何人綁架他 十年後回到你 我遭回同樣的罪人 我哪有資格去怨人 當年因為我貪生怕死 所以令你 CK今天有這樣的結果 你知不知道? 你不要再自責了 以前的事誰對誰錯 已經不重要了 阿翹, 我決定離開香港 我要好好反省一下自己所做過的事 越南真的變了 以前什麼都缺乏, 現在什麼都有 就是變得很不同 什麼變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在你身邊永遠不會變 謝謝 我未必 我說謝謝你安排得這麼好 那間我很喜歡 子聰間國際學校 我也覺得真的很適合她 我想子聰也會喜歡這裡 以後我們一家人 就可以開箱濕濕在這裡送她 那看著我 你也不知道 你也要看著我 你也要看著我 說是為何會在這裡輸入 我也要看著我 你也要看著我 我會在這裡輸入 我會在這裡輸入 我现在来的河东 不過你少了錢, 以後就不會掉了 謝謝哥哥 看看現在行不行 翹姐姐, 她真的適合穿 你看, 她跳也不行, 再見 再見 阿Kill 仁哥, 真是你 你還認得我? 你為什麼這麼久都不亂了我? 我寄了幾封信給你, 但你沒回覆過我 我以後都不可以見到你 叔叔、伯母帶我搬到別的地方 來不及通知姐姐嘛 她們對她怎麼樣? 她們對我很好 不過她們剛剛遇到交通宴外, 過了新年 雖然跟她們相處的時間很短 不過可以做到她的女兒, 我已經有感應 那你打算怎麼樣? 我不打算回去了 那裡始終不是自己的地方 因為雖然落後一點 但對我來說有很多美好的回憶 我想留下來 是 其實這幾年去了哪裡? 姐姐姐說一直沒有你的消息 我等到十八歲都沒有人來養我 那我就要走了 那去到哪裡做事就住哪裡了 這次我也是第一次回來 我一直都很想找你 我一直都愛你們 過世上 我需要在旁邊 去至少 那裡是新的需求 我有想法 你們多不在旁邊 我需要大便 那裡是新的項目 我需要快點 我望快點 我哭了, 我哭了 人哥, 我肚子餓了 那待會我們去前面吃點東西吧 好, 我們吃點吧 你沒事吧? 咬到了 來, 上來吧 不用了, 我還能走 我真的不想你走, 稍後腫了 我背你去看醫生, 來 這個醫院很遠 你不是很重 所以把樓梯這麼長 你這樣的話, 我不介意後都背著你 幹什麼? 不要動 這條頸燕是我離開孤兒院的時候 修女送給我的 她說希望主可以保佑我平安 我現在出去送給你 你以後都要平平安 保佑我平安 我答應你 我以後都不會讓自己有事 不如你在這裡坐一會兒 我去買點東西給你看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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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的 你還在乘高官? 我不給你 我拿下桌子 我是越南華僑 這是一家廠的 爸爸的廠始終堵不住, 要倒閉一閉 市道不好, 最近很多廠都做不住 你爸爸可以做到現在 撐得住已經很厲害了 欠了人家一身債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原 那是因為你們有良心 把自己的錢拿出來做遣散費 好像對面那間廠說收拾就收拾 那些工人多慘 連最後多少月的薪金都拿不回來 爸爸說不想工人跟我們一起受苦 自己背了一身債 爸爸… 爸爸, 開 爸爸, 開 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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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地址就是對面的廠, 已經撿了 走開, 沒救, 蓋乾, 阿黎 很癢… 你怎麼會在這裡呢? 哥, 走開, 等你, 等你 她長期營養不良 加上疲勞過度, 所以暈倒了 醫生說她很快就醒來 你不用這麼擔心 那之後怎麼辦? 怎麼樣?是否要送她去孤兒園 她爸爸又找不到, 媽媽又死了 送她去孤兒園是最好的解決辦法 孤兒園對她來說 的確是以後不用擔心吃著的問題 不過有一樣東西 孤兒園永遠都給不到她 家人 其實我也是在孤兒園長大 雖然她的孤兒園對我很好 和我一起帶她的大哥哥 也很照顧我 但在我心裡, 我經常有很多問號 我會問為什麼我父母會不要我 是否因為我做錯了什麼 又或者我做什麼做得不夠好 又或者其實我根本不應該出生 在戰後的越南 很多父母都被迫放棄自己的小朋友 我相信你爸爸媽媽都是逼於無奈 才會放棄你 事實或者是這樣 但我相信孤兒園裡面的小朋友 都是跟我一樣的想法 如果她那麼辛苦 如果她那麼辛苦 一步一步從鄉下來到城市找她爸爸 結果就被人送到孤兒園 如果她爸爸回鄉下去找她 豈不是一輩子都見不回自己的女兒 如果草以後一輩子 她只會覺得被人遺棄 其實未必是你想得那麼差 外面的人 根本不會理解我們孤兒的感受 我不會讓茹草變成孤兒 我一定會幫她找爸爸 孩子 快露下去 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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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余草爸爸工廠收拾了之後 生活很困難 他說沒面目見家人 其實有沒有錢也是其次 最重要是一家人可以在一起 我也是這樣跟他說 我還說余草為了見他 不知熬了多少斧頭 後來他聽到才肯見余草 這次幸好有你勸他 不然余草真的會變成孤兒 幸好有你 我以為送余草到孤兒院就盡了我責任 是你提醒我 其實我們可以為他做多點事 這裡真的很漂亮 你看看一棵樹 這麼多人在這裡許願, 一定很靈 不如你也許個願 早就跟家人團聚吧 不用了 我的願望根本不會實現 是的, 不要迷信 阿翹 我掉了一支筆, 我想上去拿回 我幫你 我不用了, 我知道他跌在哪兒 你在這裡等我 別走開, 在這裡等我 很快就回來了 謝謝 臣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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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我沒站走了 我真的不夠你做 你故意讓爸爸以為爸爸看不出嗎 還是你故意讓爸爸看得出 其實下棋跟做人一樣 Kevin,你很聰明 但是出來商場打滾的 沒誰不是聰明 如果你把對方看得太簡單 小心聰明,反避聰明 兒子聰明一點不好嗎? 媽媽,爸爸也是教我做人的道理 我知道他是為我好 好吧,我進房間看看文件 Kelvin這麼生性 你還對他這麼嚴? 我不想他像他哥哥一樣 激心的兒子一個就夠了 我不想要別人 最近Max也沒什麼麻煩事 是要激心你自己拿來的 你兒子沒事,我還擔心 對了,你有沒有打電話給李小姐 跟人說一聲謝謝? 都認識了這麼多年 用不著說謝謝這麼麻煩? 你是不是怕尷尬? 雖然你們以前來拍拖 不過也過了這麼久 何況他上機廠的項目 都是看了你份上 才交給Max公司負責 你說是不是? 在情在理都應該跟別人說一聲 謝謝,是不是? 你看看你 經常顧著說我 你已經吞了幾天了 對了,今晚突然什麼? 你自己有什麼? 有事嗎? 你怎麼這麼做 我看媽媽之前有幾張卡 就拿些服務給她 怎麼了?我回來要跟她預約嗎 沒有,我只是奇怪 為何你回來的時間 搞得這麼巧 你說什麼 大家兄弟倆不用在我面前辦事 爸爸彈了一宗生意給你 所以馬上回來扮乖兒子 他彈了一宗生意給我 上機廠的李小姐 以前和爸爸拍過拖 想不到為了幫你找生意 要爸爸出面幫忙 看來爸爸真的很疼你 Max, 回來了 是否你介紹李小姐給計裁? 不是… 這次是我叫你爸爸介紹生意給你的 這次是媽媽的主意 你看死我在外面找不到生意吧? 你到今時今日依然覺得 我在外面丟你的架子吧? 傻瓜, 爸爸怎麼這麼想你呢? 那你又找過什麼李小姐 介紹生意給我? 我告訴你, 現在計裁是全行最上級 就算沒了你 我都依然可以爭取生意 如果你認定是我的主意 那就當是吧 現在是人家要找公司醫生幫忙 如果他沒需要 難道我勉強找工作給你做? 你不用包裝得這麼漂亮 從小到大你都覺得我不行了 我就算做得很好 你都覺得Kalvin比我厲害了 我真的很想問問你 我是不是你親生的? 好啊 你經常說我對你有偏見 那你對我這個爸爸 又什麼時候沒有偏見? 如果你認為我這麼做 是不尊重你的 我也沒有說話好說 我從來都不需要你尊重 你給我站在那裡 現在得生意交給你計裁 如果你為了我而推掉他 那你就是公私不分 那你就當我公私不分 Max… 是, 下星期結束之前 我一定會處理好 好 Yuki, 那份提案發出來了嗎? 前妻子發出來了, 還沒回音 我待會兒帶你去檢查一下 阿祖, 睡快點, 現在呢? 很快就給我半小時的時間 是 Trace, 睡完片飲品好了嗎? 我現在, Max 你好像不太餓了, 是不是睡得不好嗎? 我沖杯咖啡來喝 不用了, 你做好自己的事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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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說吃甜食心情會比較好 這件蛋糕本來買來是自己吃的 不過剛才午餐時吃製了 現在就應付你了 放下, 謝謝 那你吃完之後, 看完那份檔案吧 因為要有你的簽名才能過得到 相機廠的項目呢 現在全權由你負責 我會跟外面的同事說聲 為什麼? 客人你一向跟著 由始至終都是來聯絡的 你不是很想上位嗎? 我不是給你上位 你還問那麼多事幹什麼? 你不要, 拿回來吧 你不要, 拿回來吧 Tracy姐, 你晚上叫我和你來這裡做什麼 這件事呢? 是不是很漂亮呢? 你不是打算帶我來這裡玩摩天輪吧 我認識這裡的管理 整個摩天輪只有我和你倆一起玩 機會難得的 你當我十七、八歲, 年輕人嗎? 你覺得這些東西比我還要玩嗎? 不是, 我覺得適合年輕人玩的東西 我們玩得特別輕鬆、特別開心 走吧, 老闆 你不要叫我老闆 快點 你是不是很漂亮的感覺? 感覺很漂亮呢? enfant姐 好誠重的告訴你 你不要再叫我老闆 我只是帶了你幾年而已 你真的肯定你是真是帶了我幾年嗎? 笑話就是很好 當然了, 不枉我, 犧牲我的頭 被你弄得亂了 我剛才替你解決 你知道嗎?現在這個剛才最適合你 謝謝你, 是不是很傻 現在這個景色很棒 如果可以在這個頂端外面 看這個景色就能拍照 你坐下吧 人家的密封很安全, 拔不開 不可以的, 又是傻女 人家叫你做甚麼就做甚麼 那好吧, 那你也別胡思亂想 坐在這裡看景色就好了, 好嗎 這個景色… 你怎麼像我一樣, 我想想不可以的 我好像小光 你怎麼像我一樣 我好像是很明顯 你怎麼想不想 我還好, 你怎麼像我一樣 就這樣說, 那你怎麼是 我像你一樣 你怎麼像我一樣 中文字幕 字幕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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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 好, 像如草一樣 他跟他爸爸這麼艱難 才可以在一起 正如如草的爸爸說 這是一個奇蹟 你住在英國, 我就在香港 我們竟然可以在越南的商業 這就是屬於我們的奇蹟 你肯不肯接受這個奇蹟? 你肯定不肯接受這個奇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這裡也不錯 房子又找了,子聰校又找了 為甚麼要走 或者有這麼好的地方 再不是就當作逛逛 我去買票,不如去買點水 買點東西吃 快點,我來吧 那我… 我去買點東西吃 這麼巧 這麼巧 對,這麼巧 想不到在越南碰到你 我也想不到 跟阿贏一起? 是 那我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買了票,不過今天那班已經開了 買了明天,Pay 我們要在這裡多住,好嗎? 好 好啊 先生,你想買什麼花? 我記得以前有一對婦女在賣花 你玩過那對婦女嗎?他們死了 死了? 爸爸難倒, 早就跑來追債的時候 不小心撞臨了旁邊的熟食檔 一刀滾又淋下去, 還穿著火 聽說兩婦女在醫院喊了很久才死 真是可憐 阿翔, 你幹嘛抱著阿翔? Veezen, 不能不能…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真是你, 阿翔 阿翔, 真是你, 阿翔 你到底發生什麼事? 如草和他爸爸死了 你說什麼? 這個世界再沒有奇蹟了 我們發生的事, 什麼都變了 如草和他爸爸死了 我們什麼都沒有了 你說什麼?他們為什麼會死? 他們被火燒死的 沒有, 我們之間什麼都沒有了 不是 不是, 我還有你 阿翔, 我還有你 我們竟然在越南相遇 即是證明我們有緣分 做人不可以這麼絕望 你還可以回來我身邊的阿翔 我們還可以在一起 你告訴我 這個世界還是有奇蹟的 我們還是可以在一起的阿翔 你別再說了, 抱歉 我們之間根本不可能 答應我好好生活 不要再作戰自己了 阿翔 我已經什麼都沒有了 連你也沒有了 我來拍攝 我們來拍攝 你是不是跟阿贏在一起? 是 那我不妨礙你了,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我買了票,不過今天那班已經開了 我買了明天票,我們要在這裡住嗎 好 還好頭痛嗎? 是,突然吃了止痛藥 但頭還好像裂開似的 不如替你看醫生 那要不要多吃一顆止痛藥? 我給你下水 はい,我幫你做的 我愛你 這家是 我愛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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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這個項鍊是我離開孤兒院的時候 修女送給我的 她說希望主可以保佑我平安 我現在將她送給你 你以後也要平安 你以後我愛我們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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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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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然我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再見 我明天去香港 為什麼? 怎麼也去過香港? 阿翹跟我去香港 你放心吧,Vincent是好人 他一定會很照顧我 祝福你們,再見 凌哥 你為什麼要把鏡子還給我? 你氣我去香港? 傻丫頭,別胡思亂想 是你說的,鏡子可以保佑平安 去到那邊要小心點,不要讓我擔心 她是我最疼她的妹妹,你很敢照顧她 你放心,我一定會的 祝福你們行復飯 阿翹,你怎麼會的? 你怎麼會的? 你怎麼會的? 阿翹,你怎麼會的? 你怎麼會的? 你不害他不夠 我想知道阿翹有什麼事? 阿翹本來打算開開心心 和我在這裡生活,她還以為什麼都好 但她今天很不開心 本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見到你,我知道為什麼 怎麼好像冤鬼的纏著她呢? 你弄到她自殺 阿翹,她自殺? 是呀 你纏著她,弄得她很大的壓力 是你害成她這樣的 阿翹 阿翹,我應該是很可靡 病毒的人 病毒的人已經被辭解紅了 有沒有問題? 安全 待會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加點信心 喜歡你 才投入認真 不是只是你 看似沒法一氣 就算手不動信號營造你 但極度不放棄 始終可憑你看得起 誰是你 又愛就又想比 但我更加想… WWW.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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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